我是希望能给齐欣她一点时间 让她自己主动去认错 你要知道 主动认错和被揭发性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她给毁了 你怕把她给毁了 就不怕毁了我吗 贾佳 别碰我 这件事情只要说清楚 是谁做的就行了 你不会受到伤害的 你还挺为她考虑的 贾佳 你别误会了 我只是觉得 齐欣她靠自己的努力 走到这一步 她不容易 我们不能因为她走错一步 就把她的整个前途给毁了 她是走错一步吗 盛贺 我就不明白了 在你心里我还重要吗 我 我当然在意你了 贾佳 我都说了 只要能劝齐欣她自己去承认错误 这个厕子的功劳还是你唐有佳的 我根本没有说小厕子 盛贺 世民的处方 当天晚上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明明知道结果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无辜的 我才你心里还重要吗 不是 这下 这下我算明白了 沈医生 你是不是疯了 你女朋友被人栽赃陷害 你倒帮她隐瞒上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你住嘴 放开我 你住嘴 佳佳 对不起 处方的事情我是欺骗了你 但是这是因为 如果让叶老师知道齐欣欺骗了她 她会立马把齐欣踢掉的 她没有到神穷水晶的地步 就要牺牲我 对吗 我也不想你被扣分的 但是你的情况是可逆的 轮转最后的成绩 除了考评分数之外 戴教老师的评誉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能看得出来 叶老师虽然她嘴上不说 但是她非常喜欢你 你和齐欣相比 你没有到山穷水晶的地步 我没到山穷水晶的地步 就可以先牺牲我 对吗 佳佳 我也不想牺牲你 但是当时那个情况 我 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佳佳 我本来想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找个时间好好跟你解释 我知道你是心地善良的女孩 你一定可以理解我的 我 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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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你看 我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来找我的吧 你想清楚了吗 想什么 你还是尽快去院办澄清事实 现在还不算太晚 我谢谢你一直在给我机会 不用想了 刚刚院办打电话给我 让我马上过去 恭喜你啊 你们所期待的完美结局 马上就要出现了 齐医生 你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你要保持冷静 保持一个好的态度 这样也许会有好的转机 我非常感谢你 我非常感谢你 好了 启医生 你来了 主任 来 快坐 快坐 主任 您有什么话 就说吧 先坐下来 慢慢说 来 坐下来 快坐吧 快坐呀 坐坐 小琪 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呀 拿着呀 来 拿着吧 怎么了 小琪 你不舒服吗 主人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小琪 小琪 你别走啊 你不 你不打开新闻看一眼吗 不用了 不用了吧 打开 看一看 念一下 跟我也分享一下吧 看起来 感谢信 是感谢信 是啊 患者今天出院了 她的爸爸妈妈呀 特地把这封感谢信 送到了我们院办 说患者在住院期间 是你陪伴他 走出了心里的低谷 他们一家人啊 特别地感激你 小琪 是 这两天啊 院里的领导 一个劲地在夸奖你呢 是 虽然你是我们医院 第一年的住院医 但是啊 你已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 新星了 谢谢主人 我先走了 小琪 如果卫生 收益 成本 prosec